北欧生活 芬兰好邻居 说起我生活的小区 属于市政工房公司物业 放眼望去 外国人的家庭真不少 只见小区内空地树下 秋千架上玩耍的孩子们 不时喊着混杂了各种外移的芬兰语 外国移民脸孔多了 就感觉芬兰人家庭还真成了少数派了 我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 门牌上写着芬兰语的信 Hecavoli 逆过来就是沙丘 代表着一片金颤颤的沙子 可以想象到这是他的芬兰老祖宗 暂地为王时起的信 少数派 沙丘先生在这居民区里管理着好多事物 一派地主的范儿 虽然小区里有多名专门管维修护养的职工 但是如洗衣房 商拿房 大小活动会议室 大小公共储存间 停车场的管理 小区内果杂树的护养 卫生打扫分配 居民会召集 甚至冬天协助 残血车职员 出血侵入人等 四次都有他的份 不过他做的这一切 全是义务的 免费做的 沙丘先生 到底是地主 有语言的优势 我常常在小区路边 看到架着眼睛的沙丘 与另外两三位和他一样的居民义工 外国人移民联孔 在谈论工作 看来沙丘还是个头儿呢 记得几年前 家刚搬来时 对楼下沙三家的院子 尤为印象深刻 一个并不算大的公寓院子 被精心打理的五彩缤纷 院子中间 竖着一个粗粗的树墩 上面放着既可养鱼 又可用来养花的大桃盆 当时养着各种虫花 泥巴和墙边 一圈两圈 种的是M种花 里面有我们认为 可炒来吃的青菜类 空余处是修剪过的草地 和一重一人多高的万年松 从屋里伸出来的阳台 被彻底装点了一番 挑出来的家境的雨棚下 挂着两个日式木框方登 拐角处排挂着鸟石 不时引来两三雀儿 唧唧喳喳喳 伴随着微风中清脆的风铃声 阳台扶来外侧和棚顶 各一圈亮丽的彩灯 闪磨声灰 在花草的烟影下 一膝可变 老夫妻坐在嘎吱嘎吱 坐响的秋千椅中摇曳 太美妙的景色 搬过来才两天 院子的主人 沙丘先生带着礼物 来我家造访 我姓沙丘 住在楼下 已经退休了 老是开车代步 我的自行车用不上了 你需要的话就送给你吧 这实实在在的 没有多少客套 但我确实接收到了 他传来的新意 后来知道 沙丘先生的夫人 还工作着 但他退休了 以前是做机械工的 先前身体不太好 早早退休了 但现在反倒 慢慢身体变好了 每每在小区里 看到他 都是精神奕奕的样子 桑拿玉 在芬兰无处不在 沙丘是小区 桑拿屋里的常客 一位典型芬兰人 不论冬夏 我晚上回家时 在小区里 不时能遇到 沙丘在慢慢地走 往家走 或往桑拿房走 脖子上搭着块浴巾 特别是洗完 往回走时 脸上红扑扑的 有一次他对我说 洗桑拿 不能没有啤酒的 桑拿中 搁上两口 挣完后 咕嘟咕嘟来两杯 啊 真是很享受 很畅快的哟 都说 芬兰人多数 性格属于严谨 内向型的 不善与人攀谈和接触 比德国人都古板 我觉得芬兰人 在享受桑拿玉时 还是相当open的 是最放松 最善交往 最高谈扩论之时 本来这既可放松精神 又能与芬兰人 交流到好事 绝对值得试一试 可我一贯受不了之热 上来就感觉 胸梦头晕血管炸 没福气体验其中奥妙 不少芬兰男人 动手能力很强 我的邻居 沙丘先生 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庭院 已经够美丽了 只见他还不断 在给院子搞些新花样 真的像一位园艺高手 沙丘有辆房车 里面布置得像家里一样 可以在里面做饭 起居 喝咖啡 看电视 房车停在离家 不远的停车场上 沙丘如照料婴儿似的 保养着爱车 三天两头的 只见他在车旁忙碌呀 拆呀 装呀 擦呀 磨呀 图呀 不亦乐乎 一般勤快点的车主 也就一年保养一次车而已 沙丘呢 只要不外出旅行时 有空就把那房车 这块拆下再装上 那块卸除后填回 几乎每周都在折腾 给爱车做保养 也不知费着大功夫为啥 有天 我经过看见房车停在那 一直在排气 往后又多次看到 车在冒气的现象 后来问了沙丘先生才知道 原来 他宁愿去十米之外的家而不待 喜欢猫到房车里自得其乐 按他的说法 为了使房车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 必须经常保养 防危杜鉴 去除隐患的萌芽 就这样 甚至在寒冬之夜 只见沙丘先生的车 在那突突冒气呢 保养好的房车 那是要排大永长的 每年的夏丘之交 沙丘先生都要来跟我们说一声拜拜 然后和他妻子驾车出门 展开他们的全国城乡一月游 有时也光顾瑞典等邻国 今年 沙丘的折腾更上一层楼了 他逃来的一辆五十年代的老爷车 据说是大马力的好东西 在停车场上 只见他穿着工装衣裤 向着修车师傅 那沙轮磨得老爷车火星飞溅 然后又是敲打拆卸板筋电焊 涂抹喷漆等等 这只是第一步 摆弄这旧车 那拆下来的部件管线零件 都要自己一样样去修理翻新 上网找货 测试搭配 改修改装等等 我多去了 不是几天能完成的 他说 争取名称化写后 装配好 开上路过过瘾 沙丘先生是热心肠的人 只是不太表现在脸上 我们要是遇到生活中难弄的杂事 只要去向沙丘询问 他不论巨细有求必应 有一次我忘了带钥匙出门 回来开不了门 急匆匆在大楼入口处 告示栏上寻找有废开锁的 应急电话号码 他经过看见了 就来帮我 他让我先给小区维修员 打电话试试 招开锁职员来要付费 维修员来不用付费 但又怕我的芬兰语 不能说清楚 说心他自己来打这个电话 我听见大义是 楼上邻居没钥匙 进不了门了 想早点进去做晚饭 如果你还在上班 又手头不太忙的话 能否麻烦来一趟啊 三分钟后 维修员来了 开门后还顺便排查了我家的灵异设备 有没有问题 有点破损 还能用 真的非常感谢沙丘先生 找开锁的来 别的不说 最少也得等个半小时一小时吧 有一天傍晚 回来停车时 发现一辆大车斗 占据了我的整个停车位 小区空地 小区空地是不少 但不违规 长时间能停放的地方 可不好找 又不知道 哪去找大车斗之主 我去找 沙丘求助 他指点我把 车开到了某处路上 到那路上 一看 车停了不少 没人指点的话 是不会知道 这里可自由停车 而不被罚款的 隔了一天 沙丘来告诉我 大车斗被撤走了 看来 以沙丘为主的 小区义务管理主 做了很多便民之事啊 我们喜欢从春天 采蕨菜 在松针茅间 开始一路下去 挑祭菜 割野芹菜 收灰灰菜 挖牛旁根 采摘各类浆果 及水果 捡来林间各类蘑菇 接受大自然的溃增 不时会在空地 林边等 遇到散步中的沙丘 他不摘野菜也不吃 开始我以为 富裕的芬兰人 不认识这些 慢慢才知道 他是为了 不破坏自然环境 像他这样的芬兰人 还不少 明白了这些 我也不怎么 热衷于这些野趣了 有这样的邻居 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